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此时此刻正在创作新作品 是吧 对 我是等于一直在剧组拍戏嘛 一进剧组就要可能一年就交代进去了 特别辛苦 但是我们作为粉丝来说应该特别高兴 因为会持续的能够看到警鱼有不同的作品 展现在大家面前也展现出警鱼不同的多面 所以此时此刻警鱼正在拍摄的作品 直播间的各位互相团各位粉丝们 可以好好的期待了一下 方便透露是哪个题材的吗 还是一个一名人民警察 不愧是在这个人民公安 好 值得期待一下警鱼这次的精彩表现了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把话题聊回咱们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叫做新海秘境探寻之旅 这本警鱼我想问问你有没有之前接触过 或者是感兴趣的一些海上的项目 运动项目 海上的项目 其实我都挺喜欢的 我其实很喜欢水嘛 然后比如说冲浪啊 潜水啊 没事在海里游泳啊 看看南天 然后海边晒太阳 我都很喜欢 其实警鱼你应该也是也算是海边长大的孩子 海边人 我算是江边长大的 江边长大的 好 江边长大 那相信警鱼的水性不错啊 其实我们今天整个场景景鱼也看到了 就是很沉浸式的 虽然我们警鱼工作很忙 没有潜水 那今天就相当于在我们直播间潜一次水啊 对 今天这个感觉 让人感觉一些像在深海里面 在水里面给大家直播一样 感觉很好的 对 因为今天我们整个直播间 大家通过镜头也看到了 我们第一次也是首次采用这种叫全息投影的方式 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这个场景其实也让警鱼以及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 更沉浸式的来体验这次的这个星海 秘境的这样的审秘之旅啊 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 其实警鱼还准备了三轮的这个宝藏蓝眼泪 星海秘境夜光礼盒来进行挑战 那每次解锁一个任务之后呢 都会有一个专属的爱丽丝的福利送给大家 好 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啊 赶快抓紧时间和我们的直播间进行非常积极的互动 说不定待会儿做上我们这个大家福利的就是您了啊 那我可以先预告一下啊这次我们送出的这个幸运的爱丽丝的礼物有什么啊 有摇摇杯有情侣袜有跨包 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下面这个景鱼的签名照 对好 所以呢喜欢景鱼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大额的优费券待会儿也会送给大家 那接下来的十段哈一小段访谈之后我们正式进行今天的FILA星海秘境探寻之旅 其实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首先让我们开启今天第一个星海宝藏 这个宝藏就在这儿 要开它是吧 对我们来打开哈 这个里面有我们三轮的任务 咱们俩来看看第一轮 给你带到了什么任务 对就先抽一张任务 来景鱼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第一轮任务 Voice of Alice Voice of Alice 我们说声音啊 其实景鱼其实也了解 其实声音是造成Alice被孤立或者孤独的重要原因 对他的这个频率跟别人不一样 其实在我们人类的生活当中声音也很重要啊 无论是交流表达情绪我们都需要声音 这边其实想问问景鱼 你最喜欢什么类型的声音 什么类型的声音啊 你喜欢音乐啊 喜欢一些比较 比较舒缓的音乐啊 平常可能拍戏会比较紧张 比较忙 现在这段音乐 现在有音乐了 听到了一段钢琴曲啊 平时可能自己待的时候就比较放松嘛 音乐其实会帮助我们放松情绪 放松心情 那其实 在我们生活当中还会有很多的声音 它其实都会对我们的身心造成一些影响 那如果景鱼让你仔细想想 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 你觉得哪些声音会让你有特别深刻的印象 日常生活当中 比如说这个街道上草杂的人群的声音啊 比如说 偶尔天空中飞过的飞机的声音啊 或者是有时候路过学校或者路过军队 你能听到里边的那种对裂声啊 其实我觉得景鱼内心应该是一个非常沉静的人 因为特别浮躁的人可能听到的声音都是一些 比如说嘈杂声 叫卖声 小孩的哭闹声 但是景鱼听到的都是非常美好的 我也听得到 我不记不住 这就说明你内心只能记住美好啊 都非常生活化 非常市井化 但是都是生活中小美好的声音啊 那这些声音我们都说是人为的声音啊 那接下来景鱼咱们再继续沉静式的放松心情 如果此时此刻你置身于大自然 你闭小眼睛 你会想到哪些自然界当中的声音会让你放松心情 自然界声音就更多了 比如说这个海浪的声音啊 海浪的声音 比如说这个秋天落叶的声音啊 或者是下雪了之后那路上各支各支的那种声音啊 不愧是北方人啊 北方人应该从小对这个雪的声音都会有这样的情节和记忆 因为下雪之后这个世界就变得特别的安静 其实我们从景鱼的回答可以看得出来 景鱼是一个你内心应该是特别喜欢安静的一个人 喜欢这种比较静态的 有时候喜欢 有时候也喜欢到 好 那总体来说我们的景鱼还是一个非常善于发现 生活当中小美好的这样的一个人啊 那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 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声音呢 无论是市井当中的 大自然当中的 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啊 我跟景鱼在这边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留言情况 分享一下属于你记忆当中独特的声音 那刚才跟景鱼进行了一番讨论 我们看到这个声音其实真的非常神奇啊 应该是不同的人或者说不同的心境之下 听到的声音是不同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这一次的挑战 Voice of Alice 声音的神奇挑战 首先第一波挑战啊 我们先来听几段音频 那这边呢要考验景鱼的就是考验你的分辨能力了 每一段音频过后 景鱼要猜一猜 这段音频是属于哪个生活当中的事件 嗯嗯好 来有请我们的一位老师来播放我们的第一段音频 下雨啊 这很简单 下雨 这叫猜到直接讲出来 对直接可以讲出来 可以抢答了 下雨打雷的声音 打雷下雨 对我们把这个声音现在都叫做白噪音 对很多人可能 为什么叫白噪音 嗯就是它是自然界中的一个重复的声音 听起来呢会让人特 它不是这种吵闹的噪音 白噪音就是可以让人舒缓心情 比如说你工作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比如说景鱼你可能熬夜要背这个台词 或者要记很多需要记性的东西 都可以听着白噪音 因为有证明啊 这样的白噪音更容易让人能够记住东西 能够放松下来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背景音 对背景音更容易让人集中精神 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喜欢 比如说听歌听音乐来记一些东西 但是其实那些歌词啊旋律啊 它会影响你的这个思路 但是像这种白噪音会更让人集中精神 下次您再有这个 比如说压力很大的时候 或者无法集中情绪的时候 可以尝试听这种白噪音 好的 来我们来看下一段音频 听不开飞机的声音吗 这是远处的飞机的声音吗 确定吗 我听不太清楚现在 好我们可以再重复一次哈 可以声音再稍微大一点点 是飞机的声音吗 好 公积就答对了哈 这个就是在我们陆地上 看飞机飞过的声音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每次听到这样的声音都会抬头 然后追着那个飞机跑哈 当然现在的小朋友 你们还会有这样的童年记忆吗 可能现在小朋友可能看到飞机 会比较悉数平常的 对现在这个飞机也多了嘛 不像小时候看到飞机还挺新奇的 对 现在满天都是飞机 而且我们刚才的音频 其实几个你觉得很有趣吗 它不是通过这个飞机的隐情声 它是通过风呼啸的声音 穿过银层啊 这个空气的摩擦的声音 对 所以你会直观的知道 哇 这是飞机穿过的声音 来 咱们共同期待一下 下一段音频 看看是什么样的声音 这个看起来 这个海鸥啊 海浪啊 但是这个浪听起来很小 有点像 就是不是那种澎湃的大海 不像是大海 或者是江边 这感觉有点像在这个静静的这个海 它在嬉戏的这个声音 对 畅想一下场景 各位老板 可能就是 跟你的爱人走在海边 捡捡小胃壳 这种感觉太好了 看完鲸鱼应该是很久没有 在这样的环境下放松了是吧 平时好像很久没去过海边 好 我们也期待着景鱼 早日杀青 可以去好好的放松一下 来 下一段音频 这是火车 这是绿皮火车 对 这鱼拿着非常之贴气 绿皮火车 因为现在的高铁应该也不是这个声音了 对 高铁不是 它没有这种咕咕咕的声音 高铁可能就 就过去了 这个就是绿皮火车的声音 我不知道直播间的 咱们今天这声音都是回忆啥 直播间的网友 有没有对绿皮火车有特别深刻的印象 绿皮火车应该是在我们 海没有东西之前 最常选择的一个交通方式 其实现在也有 绿皮火车现在也有 但是慢越来越少了 但是慢的它很有感觉 比如说你去一些地方 你不是很急 你就想慢慢悠悠的在路上晃 那一段旅程 其实会给你很多的发现 和很多不一样的记忆 那景鱼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我以前出门也坐火车 坐绿皮火车 就是我小时候 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 以后也是20个小时 30个小时 对 但那个时候的绿皮火车 大家好像都在聊天 吃吃零食 什么都有 就是你什么都能看到 打牌 对 很快乐就过去了 好 这些美好的记忆 都留在我们记忆的深处 来 咱们再听下一段音频 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什么开音音 这是抽水麻烫吗 抽水麻烫 会不会抽吗 洗衣机 洗衣机 那个不是滚筒 是以前的那个筒式洗衣机 钢式洗衣机 好 恭喜景鸣答对了 看来景鸣还挺有生活经历的 平常用过这样的洗衣机 是不是 我小时候家里的这种洗衣机 一边是洗衣机 一边是摔耳干机 对 我们叫双缸洗衣机 这个音频是导播谁找的 怎么变成了回应杀环节 双缸洗衣机 好 恭喜以上景鸣通通答对了 我觉得对于景鸣来说 自我敏锐的观察力的人来说 这些都难不到景鸣 对 接下来咱们升级一下 还有升级的 对 我们升级款呢 我们会把头呢 是先进行了一个混合 那这一轮呢 对景鸣的要求就是 在混合的音频播放完之后 需要景鸣来达出 刚才这段音频当中 一共都出现了 哪些具体的事物或者场景 好的 好来 三二一上音频 没了 没了 这有这个 那种木质结构房子里 穿皮鞋走路的声音 对 有小孩的哭声 有鸟叫的声音 还有什么忘了 我们刚听要忘了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男人 非常磁性又低沉的声音 你不觉得听得很耳熟吗 我再听一下 来我们再来一遍 大家也可以猜一猜 这些朋友可以来猜一猜 什么样是你猜的 我的样是你猜的 还有掌声 掌声 掌声 还有这个 林振东的声音 终于猜就来了 我们这段音频其实就截取了你的电影《废视人生》 里面那句台词你还能想起来吗 科蒙二是挺难的 我当时也没过 这好像是我所有拍摄组品中最 就是传播量最大的一句台词了吧 每次人家讲都是这一句 感谢韩寒导演 我估计直播间现在此时此刻 科蒙二没过的朋友 肯定更加感动身受 不过没关系 我们井鱼作为这个角色任务当时来说 当时都没过 所以大家也不要气馁 宫心井鱼答得非常正确 里面有这个木质地板的脚步声 小孩的哭声 掌声 还有我们井鱼台词的声音 来自电影《飞驰人生》的片段 这一关过得太轻松了 我们再来升个级 还有升级的 对 还有升级 这一轮升级 我们就和我们的福利进行一个挂钩 接下来的挑战是这样的 我们先将播放一段Alice的叫声 大家请记住这段叫声 接下来我们会播放几段 类似叫声的音频 这边需要的就是我们直播间的 各位网友们和我们的井鱼来共同猜一猜 我们播的几段音乐当中 到底哪一段 是我们最初播放的Alice的叫声 那这次呢 我会采用先截图 后公布答案的方式 来公布中奖的朋友 我们会在三个平台 每个平台都会先截图 公布这些答案之后 我们再来公布中奖名单 每个平台会出取三名 先答对的朋友 靠前三名答对的朋友 送出的奖品是 FIA的摇摇杯 那咱们先来听听Alice的声音 好的 52赫兹的Alice 声音听着就好孤独 对 非常空凝 然后感觉在深海底 发出一声求救的这个声音 谁来关注一下我 好 请进入刚刚是Alice的叫声 我们接下来听第一段音频 这个是吗 这个是吗 我们先呼售答案 来我们听序号二 第二段音频 这个视频好像稍显着交流力了 这不是 好 来我们来听第三段 锦语咱们不去透了 咱们就先光听着 来第三段 这是第三段 来 我们来听第四段 第四段 好 我们再来听最后一段 这感觉不像是一支 这感觉像是一群 好 刚刚五段音频全部播放完毕了 现在考验直播间网友的时间到了 大家可以猜猜在刚才的 一二三四五五段音频当中 到底序号几 是我们最初播放那段 Alice的叫声 大家可以刷出序号 一二三四或者五 来看看直播间大家的情况 哇 大家都已经非常积极踊跃的 这个发起来了 好 那这边呢 我跟景渝咱们俩同时来接触吧 好 这是我们Fila官方旗舰店 然后呢 我手中的是Fila飞乐官方旗舰店 好 我们再来 好 我们再来第三个平台 好 大家继续猜一猜 继续猜一猜 好 大家其实都很聪明 对啊 猜的 有猜错的 我看有猜错的 有猜错的 那我们还是先不公布正确答案 景渝你猜一猜刚才那几段 你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个 我觉得是第三段 你觉得是第三段 好 那我先不公布正确答案 咱们还是先截图 再来看是第几段 好 那这样景渝咱们先抽这两个平台 好 请你倒计时 然后我们一起来截图 截图就好了 对 三 二 一 好 截图 我又锁平了 不好意思 好 我先把我这张截图来 上 上 这样是吧 对 同时按 哦 好了 好 来 景渝来给我 好 我们都先来保存 为了节省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咱们直播结束之后 再来公布重简单 你至于这边有请你来倒计时 我来截这个 三 二 一 好 截屏 好 把它保存 待会我们每一个平台会截取前三名 前三名打对的朋友 那我们这个正确答案呢 就是三号 对吧 对 景渝猜得非常正确 其实也非常简单 对 安利斯的声音 因为它的赫兹并不是15到25 而是52赫兹 它的声音听起来 我觉得更加有穿透力 对 对 好 那不知道各位同学 你们刚刚有没有猜对 不过不管有没有猜对 不重要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送一波福利了 好 我们的福利是什么呢 福利就是一波大额的优惠券 此时此刻各位 请准备好你们的手速 因为我们的后台老师 马上要放松我们的大额优惠券了 希望大家赶快抢购 抓紧时间抢我们的优惠券 那这边呢 我要再次恭喜 刚刚抢到优惠券的朋友 同时呢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黄景瑜 支持景瑜的作品 同时呢 也多支持我们这次的蓝眼泪 星海秘境夜光礼盒 那刚刚进行的是咱们的第一轮挑战 是关于声音的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抽一抽 看看第二轮挑战 是什么 对 好 再次打开我们的星海秘境 夜光礼盒 第二轮 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 颜色 color of ice 颜色 说到颜色 可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因为其实我们说声音是通过这个声波来传送 那声音呢 其实通过光 颜色是通过这个光波 其实景瑜你有没有觉得颜色存在环境当中 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心情 那是一定的 很多颜色代表不同的情绪嘛 对 我们也说颜色除了代表情绪之外 还能透露出一个人的性格 所以这边景瑜 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我最喜欢的颜色 天蓝 天蓝色 为什么特别喜欢天蓝色 因为就是本来我就特别喜欢晴天 然后如果一看到那种蓝天白云的情况下 我就心心特别好 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说 喜欢蓝色的人 他的内心是比较冷静的 比较沉稳的 比较睿智的 甚至还有一点点是忧郁的 哎呦 对 蓝色是忧郁的 对 蓝色是忧郁的 这个名价景瑜你肯定认可吗 我觉得还好吧 我觉得忧郁这个词放在我这好像 我们景瑜是非常阳光的 这只是大家评价的一个大数据的概念 说喜欢蓝色的人可能会有一点点忧郁 但是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 可能会代表你的情绪比较敏感 对我觉得这样的话 其实也特别适合你去塑造不同的角色 去靠近这个角色的一些心理 所以说喜欢蓝色 原的好 而且我知道蓝色也是你的这个硬原色 好 霍金团的硬原色 那这边呢 还想再跟大家聊聊 因为颜色除了环境上 我们最常会用到颜色 就是这个日常的服饰穿搭了 对 现在正好又是秋冬啊 很多朋友会说 哎呀这个秋冬 尤其是北方 放野一放都是黑色 灰色 那紧于这边对于秋冬的颜色 搭配上有没有什么小心得 或者你的喜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平时我想一想 我在冬天的时候 我好像也就是黑色灰色 我没有很跳的颜色的衣服 我们其实看到你平常的这个社交平台上 发的一些照片 你的一些衣服 基本上都是很简洁的款式 比如说我们Fila的一些基础款 对 我大部分都是Fila 因为平时本来是自己代言的嘛 然后因为穿着很舒服 然后平时我也没什么重要的场合 就每天工作上下班 所以就穿着很舒服 很自在就最好了 好 其实景余也说到了一个非常重点的问题 就是Fila穿着舒适是排在第一名 对吧 颜色搭配上 其实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Fila是一个时尚运动品牌 很多衣服的基础版型就非常好 然后颜色搭配呢 你也不用花很多心思 随便穿搭 都可以搭出这种时尚运动感 像景余今天的整身look 其实我们看到 很多女生其实都反映说 男生穿的越简单 颜色越简单 其实越好看 那景余今天的整身look 我们看到是黑白搭配 包括裤子 包括这双黑色的这个鲨鱼鞋 所有的整身look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购物社当中 都有给到大家 所以此时此刻 我们的互听团问 我们喜欢景余的朋友 都可以 都可以 去get我们景余的同款 我们也是同款 我们也是同款 只不过颜色不一样 好 景余这边可以展示出我们的logo 可以帮我们的外套进行一个更换 这样更好地展示出我们的logo 还好 我还好 这真的很暖 这件外套我是真的很喜欢 然后一直穿着就没脱下来 好 那我们的景余就继续为大家展示他非常喜欢的这个外套 希望大家继续盖了一下我们景余这个同款外套 其实 看它后面 看它后面 后面还有有点大的一个满意 它这应该就是一个菲拉一圈吧 对 一圈是不是 对 对哦 F-I-L L 然后那边应该是一个A 对 F-I-L-A 对 很好 这件衣服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那我们应该在很多的场景下都能看到我们的景余穿着这身菲拉 一会我就穿着我就不还给你们了 可以可以 给我们菲拉高兴的不得了了 欢迎景余一直帮我们展示 那中间的各位朋友 喜欢我们景余同款的 赶快站起来 再购物车去盖一下景余这件非常喜欢的外套 不过呢 在这呢 我倒想把焦点再次转回到我们景余的这个脚裳 对 脚裳的景余这双鞋呢 叫做 脸脏 景余很细心啊 景余脚裳鞋是我们的鲨鞋 景余觉得穿上感觉怎么样 脚感怎么样 非常地鞋一直都是做得很舒服的 因为我平时我拍戏啊 我在剧中我也尽量都穿很多这个飞导的运动鞋啊 那种 如果夏天的话就穿那个板鞋啊 因为很舒服 然后又又又又又很自在 我也穿习惯的 我都觉得脚型也很习惯这个这个 这种舒适感是吧 对然后这双也是舒适还是 舒适性还是很高 然后呢 整个样子也很酷 我觉得男孩子 女孩子穿起来 不管你配运动衣啊 还是配些什么什么牛仔啊 还是说你愿意穿短裤 现在有地方还可以穿短裤嘛 对 都很好看这双鞋子 很酷 这些很多很多颜色 对 还有很多颜色 飞扰的鞋 这双鞋不但好穿啊 刚才景宇讲到的 就是它的这个大底啊 叫发炮动能大底 穿起来很Q弹 这个底很软 对 你看到一按下去 对 而且还这么高 景宇已经很高了 对吧 但是这双鞋有一个动作的 这是多少 几厘米啊 百三厘米啊 我觉得应该有起码三四厘米 对不对 如果您的身形感觉不够高高的话 穿这双鞋鞋 可能会显得各样完美 很多那个鞋 如果鞋底很厚啊 稍微增高一点的鞋 会有什么问题 它鞋底就很难弯 很弯曲 所以你穿起来脚底会很硬 很辛苦 这个是没有问题 这个穿起来又很舒服 然后还有一点点增高 对 它的这个灵感就来自于鞋鞋 它的鞋鞋动能发泡大地 非常的Q弹 那喜欢鞋鱼同款的 也可以盖在这双鞋鞋 当然这双鞋鞋 其实还有很多的颜色 我们可以在这个环境里 给大家看一看 我看看 看看啊 我来看看 好 呃 像锦鱼脚 这双就是 鞋上的面穿黑色 对 然后呢 这双呢 是我们的这个米色 米色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两双呢 大家看起来有点相似 但是其实就不太一样 那像锦鱼脚 这手里的这个呢 叫做鱼紫灰 也叫藕灰色 嗯 看到它可能更加的沉稳一点 但是这个黄色 又显得非常的亮眼 对 嗯 然后呢 我手上的这双呢 它的名字叫做灰章蓝 我觉得显得更加的清新一些 对吧 白色和这种显蓝色的这个搭配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 呃 我们的这个鲨鱼鞋 大地 真的很有这种鲨鱼鱼鳍 感觉 你看 露出水面的鱼鳍 然后呢 这边 它的所有的这样的阔形 都是采用了这种 未来城市的高科技感 就有点像乌托邦 这种建筑灵力 这种交错的感觉 而且鲨鱼你仔细看 它的这个材质也很特别 对 网的 皮的 皮的 就是绒面 绒面的 对 交织在一起 会感觉非常有层次 对 也非常的高级 很酷这种鲨 嗯 再加上更重要的是 鲨鱼穿上之后 我觉得脚感特别好 我觉得鞋舒服最重要 舒服最重要 舒服舒服 只有脚知道 好 那各位如果还没上脚 我们鲨鱼鞋的话 清井鱼的话 上脚之后真的很舒服 那这几个颜色 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颜色 待会给大家展示 就是女款的叫做蓝眼类的颜色 专供女兄的一个颜色 对 男生买不到 没有机会 如果男生的脚足够小 也可以挑战一下 是 好 那几于这些颜色当中 你最喜欢哪个颜色 我觉得如果我日常每天穿 我会穿着黑色 因为它很百搭 嗯 然后这双就很复古嘛 这个颜色穿起来 对 然后如果你想穿的稍微亮眼一点 或者穿的稍微年轻一点 有护力一点 这两双就是很好的选择 嗯 谢谢景鱼 给我们所有搭配都拿出了解释 日常的需要年轻一点的 然后需要这个动力一点的 我觉得都给大家做到搭配了 那如果给直播间的女生们 我们现在直播间很多粉丝 很多女生 如果给女生挑一双的话 你会挑哪一双 女生挑一双的话 那女生当然就是内双啊 蓝眼泪 就是内双男生买不到的内双 蓝眼泪 别说叫蓝眼泪的颜色 那蓝眼泪到底是什么样的 咱们还是先拜个官司 待会儿我们会有一个环节 好好给大家展示 很精彩那双 很精彩啊 来景鱼请坐 好 以上都是来自于我们的鲨鱼鞋 所以这边喜欢鲨鱼鞋的朋友 可以抓紧时间去购买 我们经常说现实世界当中的 这些颜色是有迹可循的 比如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现在的场景 我跟景鱼的脚下 有很多这种多彩的小鱼 看到了吗 突然出了好多小鱼 对很多小鱼 这些都是大自然的鬼斧 但是我们要说在我们想象当中的颜色 是无憋无忌的 大家可以根据你的想象 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多彩的颜色的事物 那今天呢 其实我想让景鱼进行一番创作 我相信每个人心中的这个Alice的颜色 都是不同的 对我自己的见解 所以接下来我们通过甜色的方式 让景鱼展示一下 他心中的Alice是什么颜色 好的 好 景鱼 好 请看你的后面 什么本事 我们悄悄的就是上路的画板 好 在画板上呢 有一只鲸鱼 它就是Alice 所以接下来呢 有请我们的景鱼来挑选颜色 绘画出你心中的Alice 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个画画 如果特别不在行的一件事情 好 我们来猜猜 景鱼会挑选什么样的颜色 我们准备了很多颜色 让景鱼来挑选 这是不是就跟那种感觉像悬口红一样 这么多颜色 很多色号 很多色号 好 各位 你们心中的Alice是什么样的颜色呢 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它是亮黄色 可能是浅蓝色 可能是多彩的颜色 我们看到景鱼好像选了很多个颜色 来看看这个色号怎么样 现场试色 看看我们景鱼创造的Alice是什么色号的 大家也可以来猜一猜 我们首先看到景鱼正在甜色的是 我们Alice的尾巴 景鱼真的是很反常规 我以为它会大密切的甜色 但我发现景鱼并不是 它非常细致的在描绘我们的Alice 有网友说估计跟小朋友画画一样 并不是 我们经常说大家心目当中的不确定的事物和颜色 通过想象会有很多很多多彩的呈现 我也相信直播间的各位 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会有很多Alice的形象 它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颜色 灰色 蓝色 其实就像我们这次推出的鲨鱼鞋一样 也不局限于蓝色 会有很多的配色 比如刚才我们给大家放送的米色 黑色 藕灰色 也叫鱼子灰 还有我们这个灰章蓝 还有我们待会给大家要隆重介绍的蓝眼泪 好 景鱼现在是完成了是吗 还有一半 还有一半 换几个 好 我觉得大家越来越期待这幅景鱼创作的Alice 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 其实地面上也有很多很多非常漂亮的小鱼 这些是大自然创造的 那我们景鱼创造的Alice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事物以待 看不出来这颜色 好 此刻我看到直播间的网友 非常兴急地在跟我们互动 感谢大家的兴趣互动 好 请把这幅画送福 好了 完成了 好 看来大家都很喜欢景鱼创作作品 创作完了什么景鱼 好了 好 我们圣灵老师可以给到一个特喜 我们来看看景鱼创作的Alice 到底是什么样子 很特别 我们发现通体景鱼没有涂眼的色 这代表它是白色是吗 随便它是什么色 我认为是吐鲁尾巴 这边靠想象 靠想象 太好 我们本来是想让景鱼给我们更具体的颜色 但是景鱼给我们留下了一个X色 可能是任何颜色 但是尾巴上我们看到景鱼填了非常多彩的五彩斑斓 景鱼为什么会把尾巴描为成五彩斑斓的颜色 创作灵感 因为多姿多彩 什么颜色都可以有一点 我觉得蛮好的 而且景鱼尾巴 如果是五颜六色的话 就感觉都会划成彩虹 对 非常好看 如果是跳出水面 弹出尾巴的话 脸上的一个水雾又是一条非常漂亮的额颈线 好 谢谢景鱼给我们创造的这条彩虹Alice 那可不可以请景鱼和我们的这个Alice来拍一张合照 可不可以 好的 可以吗 来 景鱼可以 在这里 拿起来是吧 好 好 直播间的各位朋友 咱们也别闲着 接下来的时间 大家可以给景鱼创作的这幅Alice进行取名字 因为待会咱们将会截图 好 如果你取的名字好 也将获得一份非常非常重放的礼物 大家开始在直播间 给我们这幅景鱼创作的Alice进行取名字 好了吗 好了吗 此时此刻即逐我们现场在拍照 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肯定也在疯狂的截图了 好 大家都在发哥哥好帅啊 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说这个颜色特别看出一个人的性格 其实我觉得景鱼创作出这种五彩的Alice 也可以代表你现阶段的心境是非常积极阳光的 非常多彩的 而且是充满爱心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缺少爱心和阳光的人 他的颜色可能是单一的 可能是暗色调的 但是我们看到景鱼的这个颜色是五彩斑斓的 代表此刻刻我们景鱼的心态和状态非常好 很阳光很开心 很阳光很开心 尤其是来到P啦 这件衣服真的非常的饱恼暖 有一点点微热是不是 有点冒汗 有点冒汗 好 留给我哦 一定的遵属于我们的景鱼 所以各位我再次想想一下 如果喜欢我们景鱼这件同团团的外套的话 穿着这件 可以盖一下景鱼的同团团 好 此时此刻我看到直播间里真的给我们的这条Alice 已经取了很多很多的名字了 那接下来还是 将进行截图 好不好 请鱼给你我们的Fila官方旗舰店 好 然后这边呢 在我们的 Fila官方直播间和我们的Fila飞乐官方旗舰店 同时截图 有老景鱼来倒计时 好 三二二一 好 截屏 好的 好 这边又锁了 好 景鱼可以再倒计时一下吗 好的 那我还截吗 你不用截了 我来截 那你就倒计时吧 好 那我就三二一了 好 又锁平了 漂亮 漂亮 守物啊 好 这张图我们都先来保存 我看到大家的名字 比如说有这个叫做梦剑 还有彩色鲸鱼 还有叫飞红 我觉得这个名字其实取得不错 还有七彩飞儿 谢谢大家取的名字 那待会儿呢 我们在直播结束之后将为大家抽取 每个平台抽取三位朋友来送出我们这轮的福利 这轮的福利就是我们Fila的情侣袜 Fila的情侣袜 那接下来呢又是我们大额优惠券的放送时间 再次强调一下 我们的优惠券只在我们的Fila官方喜剑店和我们的Fila飞乐官方喜剑店进行送出 接下来邀请我们的后台导播来上我们的优惠券 好 景鱼正在看我们的购物车是不是 我看看对不卖什么东西 好 那在这呢我也要强调一下 大家该付尾款了 今天是我们付尾款的第一个日子 有很多朋友都是我们的尾款人 在这想问问景鱼这个装饰有没有买什么东西 加购什么东西 我没有买 没有买啊 没有买 那待会儿这个下了直播 我们赶快加购一下 对 一会儿我就回去研究一下 好 这次的Fila 有很多很多的福利 我们大家可以多多get 那刚才抢到优惠圈的朋友 希望大家专进时间支持景鱼 支持我们这次的蓝眼泪 星海密探 我们的这个夜光礼盒 好 接下来呢 进行我们最后一轮的宝藏礼盒的开箱 好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挑战是什么 好 只剩下最后一张卡片了 好 形状 Shape of Alice OK 其实说到形状呢 在这里希望大家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 我们说形状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 它是一个非常具体又抽象的存在 那很多东西 如果你看到了或者摸到了 其实你的想象空间就会被束缚住 也很难再去想象它该有的形状了 如果一个东西你没有见过它 你可以充分想象它是圆形 方形 就像我们的大海一样 其实我们的水也是没有形状的 你可以想象它是塑造成 各种各样不存的形状 我相信其实景鱼的性格也会偏向你这样自由的性格是不是 自由这事儿非常重要 任何时候自由都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也是因为你这样自由的性格 所以我们会看到你经常塑造出非常不同的人物 因为如果一个演员的性格 如果变得很固定的话 我觉得他可能演任何角色都比较类似 但是你的话 我们在每一次的作品当中都看到了你不同的展示 微小的改变 好 继续期待我们的景鱼 那说到形状呢 我们首先联想到的可能是人的身形 我们知道放眼我们所有的演员权 景鱼的身材应该是number one了 反正作为男生来说 我非常羡慕你的身材 无论是身形的保持 还是我们的这个各方面的头肩底 这边想问问景鱼 平常你拍戏这么忙 是怎么保持身形的 控制点吃 这个很重要 不管有什么方式 控制吃是很重要 控制一些糖分和油的摄入 然后就是没事就动一动 我现场我总会 我们拍很多场景 我都会让那个现场的道具老师 美术老师 我说你提前帮我焊一个单杠 我拍的地方一般都有个单杠 所以我觉得中间换场 或者是换镜头 休息的时间我就要拉几个 你一次拉个十来个 一天下来可能也就一两百个也拉上 积少成多 对啊 你想一天如果引体向上拉个 一百多两百个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量 我觉得我人体向上最多应该二十个顶天了 井鱼可以拉 不是我是间断的 不是一口 是间断的 但是其实它这个运动量是一个保持的 其实简而言之就是井鱼如果想要好身材 首先要忌口 吃的方面要非常的控制 再有一个就是要保持 稍稍控制一点 不用那种 就是大家 首先不是什么那些 呃 模特呀 需要展现身材的模特 也不是那些健美运动员呀 需要把体脂率控制到多少多少以下 嗯 就是尽量健康的 去 少吃一些 呃 油啊 脂肪啊 盐啊 控制 控制啊 少吃糖 吃一些健康的食物 然后 多多运动啊 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 像我们井鱼经常在拍戏现场有简易的单杠哈 嗯 其实这次见到井鱼比上次呃 火动我们见到你你销瘦了非常多 这次在拍戏期间应该也在控制体脂率是吧 我 我没有刻意的控制 但是 我体重完全没有变化 嗯 还是160多斤 但是这个 看着都说瘦了 可能是单杠的魅力 哎 可能是肌肉增长了哈 脂肪变少了哈 体重没变 但是身形变得更好了 那说到这个身形 我们又要讨论到这个服装的搭配的形状上了 那井鱼刚才我们分享了秋冬的一些日常 我想知道 如果放眼全年来说 你会比较喜欢什么风格的衣服 什么 我比较喜欢呃 休闲运动的 休闲运动 嗯 就首先一定要 嗯 它不能束缚我的活动 嗯 比如说一些紧身的裤子啊什么的 我就很难受 嗯 穿不了紧身的现在 嗯 一定要穿很松 很松垮的 然后呃 透气性要好的 透气性要好的 呃这个材料看上去要很有质感的 嗯 井鱼现在说的每一点都特别符合我们Fila的全套服装哈 因为Fila就是主打舒适 运动时尚又很透气 所以我觉得呃 井鱼作为我们的时尚运动代言人真的和我们的Fila非常非常的契合哈 那我们今天在现场其实已经给大家不断的来开这个箱子哈 开这个礼盒 给大家呢讲了两次了我们的这个叫做蓝眼泪宝藏礼盒 那到底这个宝藏礼盒里面有什么呢 这个夜光礼盒到底有什么精彩的内容呢 接下来这个环节就是给大家揭秘的环节了 我们将邀请井鱼给大家进行一个现场开箱 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蓝眼泪啊 星海秘境啊这个夜光礼盒里面到底有哪些精彩好不好 好这里有一个完整的礼盒 我们有请井鱼为咱们大家来个开箱哈 好 首先我先给大家剧透一下哈 其实这个我们的这个帆布包也是我们这次礼盒 这个包也蛮好的 对一个赠品之一哈 也是我们的一个赠品 很环保 好 哎哎给我就可以了 这都有什么呢 有什么呢 景鱼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首先是一个菲拉的小小包 这装什么的呢 装你猜猜 零钱 零钱哎 可以装零钱 哦是那个 是那个耳机 对耳机包哈 我们这个下面还很贴心的做了一个充电口 可以充电口啊 我觉得这个啊 我觉得很多女生可以 既是一个这个耳机包 它其实又是一个饰品 小装饰 对小装饰哈 很多可爱的女孩子如果跨在腰间跨在我们的背上都非常的可爱 而且景鱼今天还发挥了这个耳机包另外的一个功能 零钱包啊 里面放几个硬币也是OK的 好 这个也存在于我们的这个夜光礼盒当中 来景鱼继续为我们开箱 看看下面啊 这是一个 哦 菲拉的丝巾 对 好 这是两条丝巾 那在我们这个蓝眼泪的星海秘境 异光礼盒当中会存在两条丝巾 哇 这手感好好啊 对 丝巾嘛 丝质的嘛 那这个丝巾其实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可以啊 你可以日常的这个穿搭 其实我之前看过景鱼出席一些时尚场合 穿西装里面其实也有搭过一条简单的丝巾 对你平时绑在脖子上啊或者是你就绑在手上啊绑在哪都很好看 女生可以缠头发吧这个 对 缠头发当成这个发带 还可以缠在我们这个包上啊 你看 哦 绑在这个包上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装饰 这个大家可以发挥你们的能动性啊 两条三天 一个绑在包上 一个扎在头发上 都可以啊 我们的爱丽丝女孩们 来继续给我们开箱 看看里面还有什么 哎 下面就是主角了 重头戏啊 好 我跟景鱼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很可爱的 还戴个小尾巴的 对 景鱼看到这双鞋 你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 很可爱 然后非常年轻有活力 嗯 非常可爱 非常年轻有活力啊 这双鞋就是我们刚才一直为大家保持神秘的蓝眼类 我们的鲨鱼鞋 大家看到这双鞋 这个首先这个底的颜色我觉得非常清新 嗯 尤其是女生穿啊 这边还有一个渐变的这个大海的蓝色 我觉得都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清爽 然后同样的跟我们鲨鞋全系列一样 是这种动能大敌 也是来自于鲨鱼鞋的这样的灵感 哎 景鱼盖在了一个重点 这个能拿下来的 可以拿下来的 这也是这个蓝眼泪鲨鞋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有个尾巴 嗯 这个鱼尾巴鞋你觉得很可爱啊 对 可以随时的拿下来 可以随时粘上去 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啊 重要的标志 那同时我们看到了 它的旁边还有这种4M的反光条 变成这种鲨鱼牙齿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嗯 也显得非常的童真 非常的有趣 我觉得整个鲨鞋 如果女孩子穿的话 真的会显得很清爽 对 嗯 很有活力看起来 很有活力 对 刚才景于在给这个女孩子推荐我们鲨鱼鞋的时候 主推的就是这双 这个颜色 蓝 我们的蓝眼泪 请大家记住蓝眼泪 而且男生买不到 男生买不到 男生买不到 好 在这呢 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个有一点点有压迫感的消息 我们这个礼盒呢 是双11限定的 所以只有一千份 哦 只有一千份 记住了哈 里面有说我们双蓝眼泪的鲨鱼鞋 我们的这个非常可爱的耳机包 两条丝带 还有一个我们的环保帆布包 只有一千份 嗯 所以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来购买 其实男生也可以买哈 刚好可以送给女生 也可以送妈妈呀 对呀 送姐姐呀 送妹妹呀 对吧 其实景于你还记不记得双11啊 之前还有一个名字 光棍节 对 光棍节 所以各位 如果你还是单身还是光棍的话 抓紧时间买一个这个 我们的蓝眼泪 我们的星海秘境夜光礼盒 送给女孩子 说不定就脱单了 对 他一看你这品味 觉得这哥们可以 诶可以哈 品味 YY YYDS 抓紧时间各位 仅有一千份 我们的这个夜光礼盒 所以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支持 同时这也是景于推荐给所有爱丽丝女孩们的一份精品 好 谢谢景于 请坐 咱们就这样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可以吗 给大家这样展示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开箱环节 那接下来呢 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互动环节了 我们首先请看我们的背景 哎 大家看到哈 有1234566个序号 那在这呢 希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和我们的景于来共同猜一猜 请问这1234566个序号当中 哪一个序号的剪影鞋 是我们此时此刻为大家重点安利的我们的蓝眼类鲨鱼鞋呢 其实这个很简单 但是可能需要大家观察一下 对 还有特点 对 有特点 123456 各位 希望大家把你猜到的数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到底是1还是2还是3还是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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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大家好好猜猜哈 请请大家要注意细节 真的要注意细节哈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鲨鱼鞋啊 它有一个尤其是蓝眼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哈 大家看看后面的六个序号当中哪一个是我们的鲨鱼鞋 好 这个太简单了 大家都都已经答出来了哈 那景于这样 我们先同时为大家来截图好不好 好的 好 来有请景于倒计时 我来截图 123 截图 好 这次没有缩屏 嗯 好 保存一下我们的截图 那待会呢 在这个环节当中答对的前三位的朋友 我们将送出这一轮的福利 这一轮的福利就是fila的跨包 当然和我们的鲨鱼鞋更配了哈 好 那待会我们在直播介绍之后为大家公布中奖名单 好 接下来又是咱们的一轮大额优惠券的抢购时间了 再次强调一下大额优惠券只在我们的fila官方旗舰店和我们的fila飞乐官方旗舰店送给大家 有请我们导播上优惠券 如果现在怎么抢啊 来看一看 正确答案就是4号哈 忘了公布正确答案了 正确答案就是4号 因为4号后面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小鲨鱼的尾巴 正确答案是4号 咱们待会公布答案 那刚刚的优惠圈大家有抢到吗 如果抢到的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支持黄剑鱼 支持我们的蓝色眼泪蓝眼泪星药 星海秘境我们的这个夜光礼盒 那今天其实直播间请到锦鱼 我们非常开心啊 咱们你看讨论了三轮有我们爱丽丝的声音 有颜色还有我们想象了它的形状 那爱丽丝其实虽然因为自己声音的问题 没有办法被同伴听到 但是我们人类其实从另外一个生物的角度 记录了它的声音和样子 所以我们也希望爱丽丝的精神 可以鼓舞到在生活当中那些感觉孤独的 可能你会感觉自己被排挤被孤立的人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找到和你同贫同温的人 你不是孤独的人 是吧 锦鱼 孤独不是坏事 对 孤独其实可能是为了让你更好的沉淀自己 找到和你更同品的同伴 那今天我们送出了三份福利之外 还有最后一份我们刚才预告过的重磅福利要送给大家 那这个福利呢就是我们锦鱼的签名照 签名照 获得签名照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希望大家在直播间刷出我们的福利口令 Fila黄锦鱼 Fila黄锦鱼 在这我要提醒一下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打错别字 如果打错别字的话 我们是不能送给你的 那待会呢 还是我跟锦鱼同时来截图 第一个打对我们的slogan 而且显示完全的朋友将会获得锦鱼亲笔的签名照 好 大家都打出Fila黄锦鱼了吗 都打出来了 大家今天的互动真的非常非常的积极 好 Fila黄锦鱼 接下来有老锦鱼来倒计时 咱们俩再来截图 好的 3 2 1 截图 好的 好 我先把这个保存一下 好 这个手机又锁平了 好有老锦鱼再次进行倒计时 我来截图 好 3 2 1 好的 稍后我们会公布到底是哪些朋友 获得了我们锦鱼的签名照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的特别特别荣幸 特别高兴请到了锦鱼来做客 那最后的时间 锦鱼有没有什么祝福要送给我们Fila 送给我们的粉丝们 希望大家这个双十一能买得开心 然后都能买到自己喜欢的各种好物 尤其是 对 尤其是 尤其是我们这个离合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秋天和这个冬天都能 温暖的开心的度过 嗯 我们谢谢锦鱼的祝福 同时也提醒大家赶快去付尾款 那在这呢 我们也祝福锦鱼多多保重身体 拍戏虽然辛苦 但是要照顾好自己 好的 同时也期待着锦鱼有更多的更好的作品 回馈给大家 我们再次掌声感谢锦鱼 谢谢锦鱼 谢谢 谢谢 拜拜 下次见锦鱼 好